大家好,2018年5月30日,各位万迷早晨 欢迎来到今集的万迷早晨 今天有两件事,一早起床就洗我的Facebook版 今天两件事都会讲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1968年这场 欧洲杯,现在是欧联的大战 在温布莱对着宾飞加 在5月29日当年的比赛 我们特意为了这件事出了一件 伏黑版的波衣,很多万迷都说很漂亮 长袖,看来也不像波衣,平日出街都可以 官网有得买的了 我想喜欢波衣的万迷都不用我多说了 肯定可能会去订购的了 我估计的确是挺漂亮的 而且穿上街也挺合适的 官网那里,你看看Twitter的帳户 就会有很多相关于 当时的情况 一些片段或者一些故事 就会拿出来和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1968年不是那么清晰 绝对可以去看看 但由于今天有另一个题目更加 更加洗版,洗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会讲一下这个题目 之后 再会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在BBC网页看到关于这场波 就会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今天令到大巴 一起床就洗版洗到下午的 就是这一件事 就是一个叫Diogo Diogo Dalot 应该叫达洛 中文译名的一个右闸 盛传说会是我们今年万连的第一签 但是老实说 今年其实 到了现在大巴 六锦阴这一刻 我刚刚查过了 暂时还未官宣 所以未正式加盟 但是都相当近 很多媒体包括BBC的Simon Stone 都已经拿出来说了 大家都有跟开转会就知道 如果BBC能够报道的话 其实都相当相当 大可能 但是始终 有时的东西都 未必100%准确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录音这一刻 都未正式签到 尤其是昨天 Fabino Fabino签 利物浦那件事 其实真的是 平地一声雷 基本上之前没什么媒体 报过 但一来就官宣 所以 现在的机会真是很大 但始终一天未官宣 一天都未能够肯定 所以 我们很久没做过YouTube投票 今天就会做YouTube投票 大家可以猜猜 曼联 今个夏季的 第一签 究竟是哪一个 我稍后会有四个选择给大家 还有当然第五个选择 就是你们自己选择 但是 等到节目 到尾的时候 我才说 我们有什么选择 但记得提醒大家 今天是有YouTube投票的 OK 好 即管说一下这件事 BBC Simon Stone这个记者就报道了 就说 Dialog 就是19岁的葡萄牙籍球员 其实今年才打上一队 他就有一个release cost 即 卖断条款 就是17.4 178万 4千 英镑 OK 178 40万英镑 sorry 17840万英镑 没错 但是 曼联说真的以这个价钱来说 随时都可以激活 这个买断条款 他已经代表葡萄牙的U21 比赛过 但今年才 上到一队正式比赛 所以是波图的球员 所以大家可能都比较新 老实说我不是很认识这位球员 但有万迷提醒我 他就说 刚刚这一季 过了这一季 欧联赛事 波图对 利物浦的时候 他也有上阵 有万迷都说 对他的印象都相当深刻 他现年 应该是19岁 如果我没记错 我先看看 因为有另一个报道会再说 CBC继续报道 之后 Simon Stone除了说这几样 之外 所以他就觉得 摩连奴很大机会 会激活 他这个买断条款 买他回来 也都说 以下的东西 我估计他没那么肯定 他就说 大米安就很大机会 去了云塔斯 巴连特 也很大机会 会被埋走 他也有说 曼联仍然很想签 Fred 即是我搞乱了那个 现在终于搞清楚 哪个打哪个 可能有机会都说 还有 艾特维尔 而此处中坚 我们也是想签 另外 Fey兰尼仍然是未知数 但也有极大机会离开曼联 除了 达洛这一单之外 其他 Simon Stone 都没再说 所以我估计 他也是估计 可信性也没那么高 但达洛这个由于实在太多媒体报道 BBC的Simon Stone也都说到似层层 所以 就是相当似的 另外看到镜报有一个就说 这位球员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因为我老实说 我真的不认识他 亦都这么巧那场 利物店的欧联没看 所以看了这一单 稍后会讲讲其他万米的意见 因为很多万米原来都做了很多 功夫的资料搜集 我会逐个说 但这个镜报就给了大朗的资料给大家 他真的19岁 在波图的右闸 但其实他也打 有中场都可以 就 好像我刚才说 刚才上一队 他的卖断条款其实是2000万欧罗 折回来说大约是1740万 英镑 镜报这里也说了 其实跟我的想法有点相似 他19岁是否这么容易就可以接到华伦西亚班 镜报那里就说不是 看他的样子 应该就会 可能是做着替补 作为一个 可能要让他进步多一点 或者希望他 可以 锻炼多一点才会 未必立即会用他 因为始终19岁 摩连奴都未必那么有信心 虽然他是葡萄牙人 可能对葡萄牙球员 他会比较熟悉一点 原来上一季 他只是代表波图出场了7次 2月才开始 进入了 波图的一队 现在已经是U21的葡萄牙角角 就好像我们有曼迷刚才所说 他对利物浦那场16强的赛事 是有上阵的 所以有些 曼迷都有看过他的表现 镜报那里就说 这个球员多数都是一个长远的 接班人 即是不会立即会重用他 但是 就可能会慢慢训练他 这样 但是镜埔亦都说多了他的打法 他又是一个现代的 杂位球员 他很快 有反向阶高 亦都是很体力 身体对抗性很强 亦都很舒适 在球里 全球也没问题 他亦很喜欢上前 去到翼 做翼的位置 可以落到底线 那个球也都相当黏脚的 他就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拉连 OK 但是他就是 他亦都有一些情况 他就比较似 一些 以往 的 右杂 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呢 他防守方面也都相当不错 尤其是在拦截方面 和这个阅读球赛的能力方面 他也有相当的能力 这个镜报说 他很冷静 可以作为进攻的第一点 即是说万一他在后面拿着球的时候 他会很冷静静看 究竟我要推上去 还是比较长球 他的头脑也相当清醒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 镜埔这里说 他在压迫 压迫对手的时候 非常非常好 尤其是在比较高位的地方 他很多时候 成功到压迫对手 拿到球 就直接 立刻做 可以转手为攻 而且他全球都相当不错 看完镜埔这个报道 觉得这位球员 说真的 不买就走保的感觉 绝对是有 因为他所说的所有优点 正正是我们 或者一个现金 老实说现金的逆位 需要做到的 所以说真的 真的非常 非常之吸引 我觉得 尤其是看完这个报道之后 所以我相信 如果只是2000万欧罗 或者1740万英镑 绝对绝对是吸引的 希望 我们都快点买到 因为今早我都跟个别的万迷 聊天的时候 都说 如果是这样 就希望快点可以买到 我现在就趁这个机会 都说一下一些万迷的留言 今天关于 那就是 看看 啊 看看 好 Roy Roy跟我已经谈了一轮 已经今早 他就说 他就很喜欢这个选择 Roy就说 因为可以打很多年 另外 我就跟他说 我都说了 我自己的 担心 我说他年纪很小 老实说 虽然 镜谱说得很好 但是 踢曼联 始终和踢波图 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 是有个分别 他能不能受到这个压力呢 这个 我有点点担心 还有 我就怕 他会不会 好像我们一些年轻球员 包括近期的 马仔和福仔 可能初初 大无畏的时候 就踢得OK 但是 踢到这么一刻表现的时候 去到第2、3年 就会 压力比较大 我就怕这一件事 不过 始终我相信 葡萄牙球员在这方面 摩连鲁和他沟通方面 有个 有点多的亲切感 我觉得有帮助 Roy有另外一个论点 亦是说 有点帮助 他就说 上网看他的表现 就好像 福仔刚刚上一队的表现 很劲力 重点就是他打右闸 和右中 都是OK OK 然后他也说 因为摩佬对防守有要求 可能他对防守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他觉得 他去调教他 这位 普通牙的球员 达乐的机会会好些 或者做得好些 这样 他就说 就是他说 刚刚 Roy就说 刚刚在1718对球 对利记 打左闸也很出息 后防会停滞不前 他就说 他刚刚那场对利记也很出息 他说后防 停滞不前的机会 比起前锋 就是他 回答了我的忧虑 因为我怕 他停滞不前 但他说后防机会小一点 还有 摩佬对防守有要求 反而Roy最怕什么呢 他来了之后 助攻力会减弱 这就是Roy 跟我的对话 我觉得也挺有趣 另外 Andy 也说了 Fred 说 似乎 他在Twitter 有些留言 就会暗示 他会来 还有可能这几天也有机会发生的 未必一定是Darlot第一签 因为 Fred 这几天 跟了 巴西队 来英国 踢幼儿赛 会不会乘机来 看检 签约呢 也不知道 另外Hugo 跟我聊天 根据Telegraph Sky Sports 和BBC 已经有报道 Darlot 这个球员 所以就有报道还说 最快今天可以官宣 不过现在这一刻 我刚刚在录音的时候 查过都没有 Hugo又是看了 今年的欧联 波涛作客对利物浦 他以左杂姿态上阵 即是打一个 他不正确的位置 也看了球王片 也有不少的助攻 入球也多 所以我们的万迷 一般来说 对他的观感 都是 不错的 继续看下去 因为还有一两位万迷 跟我聊过 我记得 希望不要独漏 Eddie也有报料 说今年 Darlot 很大机会第一签 BBC也报 可信性相当高 OK OK 我搞错 不是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 因为Eddie和我同时间 谈谈波涛 这个右后卫 和Fred 我还回答Eddie 因为Eddie就说 原来Fred是这么小粒的 法巴西的Fred 那么小粒的 我说 所以 会不会像我这样撞乱了 Eddie就说不是 不过之前看到的照片是大粒的 我再找一些资料 原来Fred是属于比较小粒 但是走动很多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 Fred会不会有点似 车子的简地 之前是李斯特成 帮车子拿冠军 然后 前年帮车子拿冠军的简地 Kentie会不会有点似 大家可以回答我 关于Fred 再看一看 还有 在这里 Eric 就跟我说了 他看了球王片 左右脚出波落底 都有 不过他的突破 也挺死去的 比较喜欢自己突破 因为83有速度 左右插都可以 20m 绝对买得过 OK 再看这里 Hector也有报料 Hector就是提供我这个镜布 那份报道 他就没有 说自己的留言 希望大家也会说一下 关于你们对 Darlott 或者Fred的留言 你觉得 尤其是Darlott 今天宣传得这么厉害 希望大家都说一下 你们有没有看过 他对利物宝的长波 对他的感觉是怎样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去到最后 我就想说 多一点 一个关于1968年 我们那场 欧洲杯 当时的欧洲杯的决赛 对 在温布来 我们在温布来 对这个 宾飞加的一场比赛 究竟 有些什么想和大家分享呢 其实 其实就不直接 跟比赛有关 不过我觉得也很值得很值得说的 就是什么呢 说一说当时的球赛 有些 有些什么 人去看 人是有经过多少重的障碍 才能看到这场 波呢 这段报道是一个BBC的报道 说什么呢 当时 这是一个平日的赛事 当然是傍晚赛事 好像现在的欧联 但是 其实他就是说很多小孩子 正在上学的小孩子 就可能 因为要去温布来 在万赛事得去温布来 当时来说 都很久的 要几个小时 可能那天 就不上学 就去看球 当时来说 如果你是抗货的话 就是会打的 当时的英国 还可以打小孩子 老师是可以打小朋友的 当时就说 当时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想带个小孩子去看 可不可以请假呢 当时就说 原来有些学校就不给 有些学校后来就给了 就说如果你 父母证明 你会带他去看这场波 和有一张波票证明 给他们看 我们就可以 特别给你们请一天假 但是听闻就说 当时也有不少的小朋友 都没有请假都走了去看 可能 他有个访问 就访问一个当时的小朋友 他就说 没有了 当时想着 就算要被老师打 我都要请假去看这场波 如果我有波票的话 这样 所以这个小故事就可以见到 究竟 当时的人多恨 或者多不顾一切 去看这场波 有个人叫 Molly 有个访问的其中一个队长 当时13岁 他说他很幸運 他和他爸爸一起去看这场波 见证到当时10万人的温布来球场 一起见证曼联赢这场波 当时的温布来是坐到10万人 但是有棋位 大家可能有些看黑白片都见过 是有棋位的 所以当时温布来 是坐到加上10万人 他也说 当时他很幸運 他爸爸就抽到票 这件事我们有一次也说过 你要 存在 印章仔 要看很多场的主场作客 存在印章 才可以有 抽这些欧洲杯彩的票 我们 有一位漫迷 去奥德福看波 当时也提过 他说他很幸運 他的学校 可以请假去看 所以他跟了他爸爸去看 他说一路去的时候 其实一路去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当时来说 所有英格兰的球迷 无论他原本支持哪一队 当时都是捧曼联赏的 因为当时 英格兰球会 未赢过欧洲杯 所以所有的英格兰球迷 都很想 曼联赏这一场 然后 又 90分钟的原场 到加时 那30分钟 直到 赢了 终于 之后的20分钟 即是由赢了到颁奖台 他说那20分钟 这位小朋友 当时的小朋友13岁 现在就已经是73岁的朋友 是他这一世人73年 最开心的20分钟 最开心的20分钟 另外我也听到另一个访问 就是曼联当时一位球员 他就说 曼联当时有两位球员的经历 大家估不到他会入球 但结果就是由他入球球 赢了这个欧洲杯 OK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有个别的 没有经历过 穆尼克 凶难的 球员呢 我现在暂时 不肯定他的名字 忘记了 但我很记得他说 因为这个是听一个 BBC的 电台节目说 他说 其实他打曼联那么久 Sir Matt Busby 全部都没有说 穆尼克凶难 不会在跟衣室里面说 但是直到他们赢了 六十六八年比赛 他们就完全感受到 无论是 Bobby Charlton Sir Matt Busby 或者是 Beauty Foles 和Danny Murphy 他们背负了这些十年的重担 当时释放出来是很重要的 他自己觉得 都说踢了鞋这么久 都觉得很震撼 一个小小的故事分享 其他还有很多的 在官网可以大家看到 另外最后要说到 我们的投票 因为Youtube投票 我们还没说 Youtube投票 我会给大家有四个选择 今年 夏季 曼联的第一签 究竟会是哪个呢 第一选择是 Fred Fred 第二就是Dalloc 刚才我们说的Dalloc 第三就是巴尔 第四就是我们也传了很久的Savik Lazio的Savik 今天就投票了 明晚我们会有9点半 又会有 转会 那个叫转 就是转会情报 专门讲转会消息的 转这个节目 记住了 所以明晚是有直播的 星期四晚9点半 我们有直播 转 明天再和大家聊 港湾乱 记得去Youtube投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